刚刚有提到还有好几个十年 三个十年 四个十年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机会 不断地在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里面 持续的学习跟成长 跟把我们最好的一部分给呈现出来 而且再呈现更好的一部分 而且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种挑战其实是蛮让人兴奋的 有一个我很敬佩的建筑师 他大概104岁去世前的一个星期 他还在工作 你知道设计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当然也有人讲过说 当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之后 你一辈子都不需要工作 那我是有那种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我一辈子都不需要工作 我一辈子都在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当然就是做到最后一天 我相信亚布也是这样子 我相信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 对他来说没有退休这个概念 因为激情怎么可以停止 而且你的学习怎么可以中断 就像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努力的 做到最后一天 咱们 کے到了最后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上 您 1919年男人 幸运的人